一個減重成功方法要有效 就是首先要讓你吃一點就飽 讓你不要那麼容易餓 45歲的李女士 體重過重 影響健康 我就有高學子了 一早起來量的時候就130了 所以我覺得一定要改變 李女士的BMI值為34.3 遠大於標準值 甚至被列為重度肥胖 她的腹部的內臟脂肪是多的 又加上她年紀已經大於40歲了 代謝由整體來講會變差 這20年來 國人的肥胖率 從33.2%一路攀升到50.3% 等於一半以上的人口都有肥胖問題 可能的原因跟我們飲食的西化 外食的人口越來越多 我完全就是外食 然後我就一直就是有在運動 台灣人運動量不輸其他國家 為何肥胖率偏高 專家歸納五個原因 外食比例高 份量難掌握 攤販文化多 高油 高鹽 高熱量 飲食偏稀化 昏食成大宗 不良的早餐習慣 經常吃油條 燒餅 還有從兒童時期就肥胖 那我們臨床上面看到很多 在18歲以前的兒童青少年的肥胖 它都會直接的影響到成年之後的肥胖 研究發現小學和國中肥胖的學子 成年後依然肥胖的機率高達7成和8成 T脂肪 內臟脂肪堆積完之後 會造成肥胖型的一個糖尿病 也可能造成高血壓 高血脂 或者是心血管疾病 然後甚至睡眠中止症候群 這些等等 167公分的黃先生 曾經胖到119公斤 如今脫胎換骨 減了52公斤 一開始都是肥胖 有高血壓 有餵食刀逆療 都解決了 走路輕鬆 工作輕鬆 運動也輕鬆 都沒有什麼壓力 重回正常體態的好處 不只是外觀改變 更重要的是健康和自信的回歸 大愛新聞 張澤仁 游博明 台中報導 大愛新聞 林鄭月娥